HELLO 大家好,我是DN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國外探險者列為恐怖指數排行第一的廢棄動物實驗室 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有一棟廢棄的獸醫學院 學校成立於1969年 於1990年停止使用 它曾經被稱為是整個世界的噩夢 然而這邊曾經也容納了無數學生 但自從學校19世紀搬往李耶齊之後 便被閒置了下來 但學校卻沒有完全搬空 學校裡遺留下的東西 使這所學校從此變成了一個禁地 各種浸泡在龍椅裡的動物器官 曾經是學生們教學道具 現在卻是這座大樓裡最害人的魔鬼 學校裡的大部分建築都改建成了公寓 但是主體建築卻因遺留了各種恐怖的儲藏品而被空置了 陰暗的房間裡有無數浸泡在防腐劑裡的動物器官 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 逐漸破敗的建築和建築中的標本 都給這所學校帶來了一片恐怖的氣氛 這裡也成為了城市探險家的終極挑戰 所有來到這裡的人都會身歷其境的體會到恐怖實驗室的害人 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許多浸泡在伏馬林中的動物器官 其實這些都是死亡後的動物被學院所保藏著的遺體 浸泡在充滿化學藥劑中的器官 使用在課堂教學上 讓學生了解各種動物的器官種類以及疾病所產生的器官突變 所有過世的動物們雖然已離開人世 但他們卻奉獻出他們的器官 使研究學院可以為動物學界創造出更多的醫療技術 雖然許多探險者只是因為好奇而來到此地 但這邊因為廢氣已經超過20年 所有的玻璃容器也因為時間的關係逐漸破裂 導致許多化學藥劑散落滿地 其中有些探險者因為不小心碰觸到一些標本 而產生皮膚出現刺激性紅腫 不得不提前離開 因為他們的皮膚已經開始受到嚴重刺激 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樣對這個地方充滿好奇 希望有天能親自到此地大開眼界 大家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Lian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へ要列过修 incarnation jestem嘗 bars 輝瑞 記得按讚 我也要記住